6月6日,腾讯时光盛典官宣嘉宾阵容,一如既往的星光异议,群星璀璨,除了杨幂、迪丽热巴、刘亦菲等一众女星外,还有肖战、吴磊、徐凯等一线男星加盟,尤其是肖战作为断层顶流,关注度自然是无庸置疑的。 仅官宣肖战的动态,截至发文时,已有点赞量25.4万,评论量1.9万,互动指数远高于其他明星,人气之强,可见一般。 不过,盛典还未开始,就因为官宣主持人是韩佩全,引起了肖战粉丝的抵制。 韩佩全作为一名网红,凭借着百变风格,口碑相对而言还是不错的。 近期,韩佩全通过创造营2021节目,正式稳住毒蛇的人设,在此双赢的基础上,腾讯视频筹办时光盛典,邀请韩佩全担任盛典主持人,自然见怪不怪,可以预想,在6月7日的时光盛典中,韩佩全必然会延续毒蛇特色,对道场嘉宾进行犀利调侃。 众所周知,在2020年,一场227事件,对肖战的演艺事业造成了沉重打击。 这场由肖战粉丝引起的风波背后,各方路人皆加入征讨,其中就包括网红韩佩全。 作为一名毒蛇网红,韩佩全想要获得关注,自然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热点。 而当时227事件爆发,肖战处于风暴中心,恰好是最佳的抨击对象。 于是,我们就看到韩佩全抵制肖战代言,韩佩全拒绝肖战粉丝进入直播间等相关话题。 在肖战处于争议时期,韩佩全跟随舆论抵制肖战,这点无可厚非,只是他万万没想到,会有一天可能与肖战同台。 可以说,韩佩全在抨击肖战的那一刻,就已经把后路堵死了。 韩佩全当初声称,要抵制肖战代言,殊不知,此次时光盛典的主办方腾讯视频,其官方代言人正是肖战。 如果韩佩全真能说到做到,恐怕此次也不会出席时光盛典,并担任主持人。 笔者觉得,韩佩全属于成也毒蛇,败也毒蛇的类型,可以预见,在时光盛典开幕现场,韩佩全与肖战必然会有同况交流的机会。 不知道时,韩佩全又会怎样面对肖战呢?